再见 再见 八学园起火了 那是在夜里发生的事情 当时美代和姐姐美莎 还有他们的妈妈 正待在和学校相连的校长先生家里 他们一起逃到了九品佛池塘旁边的八学园的农园里 都平安无事 从B-29飞机上 数枚燃烧弹投向八学园 落在了电车教室上 凝结着校长先生梦想的八学园 被熊熊的火焰包围着 先生无比热爱着的孩子们的笑声 歌声消失了 带着以催人心扉的恐怖声响 整个学校毁于一旦 大伙把学校几乎夷为平地 再也无法修缮 在自由之秋 也到处火蛇窜动 浓烟弥漫 那时候 校长先生站在大路上 静静地看着八学园在燃烧 和平时一样 校长先生穿着旧的有点走了行的 但非常得体的黑色三件套西装 两只手放在上一口袋里 这也是先生平时的习惯动作 校长先生一边看着火焰舞动 一边对站在身边的儿子 大学生巴说 哦 下一次我们办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呢 巴吃惊地听着小林先生的话 小林先生对孩子们的爱 以及他对教育的热情比正在吞噬着学校的火焰还要巨大 还要炙热 先生心中仍然充满了信念和力量 那时 小豆豆正躺在拥挤的疏散列车上 夹在大人中间 列车向东北开去 小豆豆望着黑乎乎的窗外 回忆着分别的时候 校长先生说过的话 还会再见面的 还有先生一直对自己说的那句话 你真是一个好孩子 不要忘记这些啊 小豆豆默默地对自己说 他想到过不了多久 就又能看到小林先生了 于是他渐渐放下心来睡着了 列车载着不安的人们 发出隆隆的声音奔驰在黑夜之中 再来说 我说 我需要困惑 你带走 你带走